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飓风杀利 昨天侠带轻盆大雨 肆虐美国墨西哥湾沿岸 阿拉巴马州与佛罗里达州 许多街道与民宅被淹没 露宿青岛数十万家庭和企业停电 飓风今天以每小时四到五公里 非常缓慢的速度向东北方移动 预计将给部分地区带来超过一英尺的降雨 国大飓风中心表示 截至今天凌晨 它已经降为热带低气压 这场风暴已经造成至少一人死亡 超过57万户用户断电 救援人员先后救出 大约100名被洪水困住的民众 而他们已经被送往避难所 全球习惯肺炎累计确诊病例 预计将在今天突破3000万大关 截至到今天凌晨 全球累计至少有2,991万4,290人 确诊 94万1,473人死于新冠肺炎 根据通报数据新增 死亡人数最多国家依序为 印度1,132人 巴西987人 与美国的968人死亡 美国仍然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累计19万6,831人死亡 663万1,561例确诊 其他疫情严重国家 还包括巴西13万4,106人死亡 441万9,083人确诊 印度8万3,198人丧生 511万8,253人确诊 墨西哥7万1,978人丧生 68万9,310人确诊 以及英国的41,684人上升 378,219人确诊 瑞辉制药有限公司表示 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合作 研发的新冠疫苗三期临床实验中 一些参与试验的志愿者 出现了轻度至中度的副作用反应 据瑞辉公司介绍 参与临床试验的志愿者 出现的副作用反应 包括疲劳、头痛、发冷 肌肉疼痛等一些症状 一些志愿者还有发烧症状 部分志愿者出现高烧 由于数据来自双芒试验 目前辉瑞公司不能区分 使用了疫苗或安慰剂的志愿者 据介绍 这一款疫苗的三期临床试验 原计划招募3万名志愿者参与 目前已招募了29,000多人 有超过1万2,000名志愿者 接种了第二剂疫苗 川普政府下令北京字节跳动公司 出售旗下短影音 引用城市TikTok在美业务期限将至 字节跳动今天发表声明说 确实与一些公司探讨合作方案 但不涉及业务和技术出售 最终协议还需美中双方批准 川普总统日前表示 甲骨文公司已经非常接近 将成为TikTok的值得信赖的技术供应商 但他昨天改口指出双方尚未达成类似协议 他今天会与官员讨论此事 并说不希望字节跳动持有多数的股权 另外司法部昨天提交给法院的一份文件显示 商务部不打算针对利用微信进行交流的 个人或团体用户采取行动 司法部澄清美国微信用户 可以继续下载和使用微信 不会承担民事和刑事的责任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斗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